六十年代的稀罕物 如今随处可见 备受喜爱 你说我那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 那时候吃上 二来那时候没想着吃上 小时候都听过的顺口溜 引出千万回忆 一起来猜猜 这到底是什么食材 叫麻屋子红杖子 屋里边就是个白胖子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铁峰老师 张华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好 铁峰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观众朋友 如果您经常为吃什么而发愁 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 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铁峰老师 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跟大家说 这个保护心脑的金三角 就是纳豆红蛆 还有这个圆滑精素 咱们微信里有很多的朋友 就反映说这几样东西 这确实是不错 好东西 但是要靠吃东西来补的话 那恐怕每一样都得吃一大筐 所以也就想问问 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办法 这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 认识上提高了 想到这一步 以前没人想这事 光知道好就去找 我让大家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纳豆红蛆 包括圆花青素这三种营养素 这是因为 首先这是一件需要大家长期坚持的事 通过食物来补充 是好坚持的 你毕竟天天要吃 但是你从营养学角度来讲 食物的浓度 你要想获取足够量的营养素 你确实就得靠外源性的膳食补充剂 不然它量不够 是 所以大家怎么才能够好好补呢 补得好呢 怎么办呢 到药店去看看 对吧 人家那都有现成的 提取好的这些营养素 是 纳豆的有 红蛆的有 包括圆花青素的 这都有直接提取完的高浓度的 说白了 如果用提取好的这种营养素 你吃一袋 顶你平时吃食物 吃食框 这是正经办法 而且我建议大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纳豆 红蛆 还有这个圆花青素 最好是一块用 你别周一用它 周二用它 周四用它 就不要这样 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您可以找我 我给大家出出主意 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 刚才景博老师也说了 这三种东西 如果都能用上的话 对咱们的心脑 绝对是有好处的 是的 有不明白的 就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里提出大家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今天咱们就准备 跟大家说点啥呢 老铁 我是这么想的 今天上节目之前呢 路过咱们那个编导 他们那大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这帮孩子买了好多零食 好多零食 和那吃 然后我就想 你说我呢 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 咱们那时候吃啥呢 二来岁的时候 没想着吃啥 得再小点说 才想着馋 吃东西 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跟着女孩跑了就 他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他们现在呀 我想到一个事 我用个谜语来呈现 你看行不行 还有谜语啊 这个谜语非常经典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你来来 叫麻屋子红杖子 里边住个白胖子 这还我说吗 这都应该知道吧 我来猜一猜 这我打小就知道 我知道 让小南猜吧 我来猜一猜 麻屋子红杖子 里边住着白胖子啊 外面是红色的 里边是白色的 是不是萝卜呀 对 我就想说萝卜 太对了吧 这一看就没被老太太哄过 外边还有个麻屋子呢 就是啊 就是那萝卜表面 没想到把萝卜装麻袋里了 没对啊 接着猜 可能也是 他们小的时候 没人给他讲这些东西 是吧 这个吧 说实话 这个我要说是猜出来的吧 我绝对是在这儿 我有点害臊 是不是啊 这个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就教过我这儿 这个其实就 你们特别熟 花生 对 我就想说花生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那是花生 这个麻屋子 麻屋子就是 那个花生皮 红杖子就是 花生表面那是 红蹄 红蹄 里边 白胖的 像铁峰老师 白白胖胖的 就是说 这回家说这个事 就是这个谜语 都是非常经典的 我们小的时候 那是幼儿园也好啊 小学也好 搞活动也好 必输的 必输 现在好像没人提了 要说小男这个年纪 二十几岁 没听过 都没听过 现在都不猜谜语了 刚才铁峰老师 把这框都画好了 就是大伙聚在一起 能吃的那个东西 再一说这个 一下子我就想起来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 好像 就我们那时候种地 就有一种沙土地 对 就是沙子比较多 种别的都不爱长 就那块地 是专门用来种花生 哪个村可能都会 能翻出一块两块 沙土地来 就是沙土地 就沙子特别多那种地 用来种这个花生 花生 一般那个时候 就是用来榨油 对 而且那块地啊 你虽然是地不大 但是是管控的 那叫经济作物 叫小油料 经济作物 对 然后那个种花生的时候 就只要这花生 长起来的时候 就有人看着了 对 得看着 因为那个东西 它挖出来就能吃 招人惦记 招人惦记 而且那个时候 花生稀和物啊 小孩们都惦记 是吧 一到那个季节一快到了 你看 就都奔那块地使劲了 所以呢 这个 一般都得派个人去看着 这个人叫 你这是干嘛的吗 叫保安 你看 这块给你教的 对对 这个叫 叫堪青的 堪青 而且这个还不是一般 这占你 您老人家的素质 肯定轮不着你 这个得找一般都是 转业兵啊 得是个可靠的 可靠的人 共情团圆啊 要不都为他吃了 齐心酸子啊 得是这样的 这各方面都得可靠 对 要不然 这帮孩子真看着 而且啊 这个堪青是堪什么呢 就是都下地桌都走了 人都收工都回家了 这是有人在这看着 而且堪青的人 来上班的时候 上工之前 你们往下撤的话 那挨个都得查 有像莫凡这样呢 但是咯 倒完水过来 咔喊口清水 啪吐出来一看 有渣子没有 看看吃没吃花生 你吃了他嘴里 吃不干净啊 对 对不对 你这要发现 是要扣公分的 知道吗 扣公分 那就是一个口粮的问题了 那是非常严厉的 还有直接罚口粮的 哎呦我天 你说这 谁想个招呢 其实吧 也好理解 就我记得 我家里长辈就跟我说过 那个时候吧 好吃的东西本来就少 你要是不防着点 那就不都让人偷吃了吗 是不是 是 那个时候吧 主要是有这么几块地 比较重要 一个是瓜田 瓜田 果园 花生地 花生地 还有那个玉米地 因为玉米它就在那里长着 一走一过就 就能下手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骑马六地的 就当于现在那个徐日伯的 主要是防那些半大小子 人家看孩子吃点啊 也就是睁眼闭一只眼 但是就是怕祸祸 那时候小男孩那时候淘气 不仅偷吃 而且连根拔 拔完了 撒去就跑 把人庄家都给毁了 那个 一般来讲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 都都成帮成伙的 就在一个年龄界限之前 这帮孩子玩 比这个再大点 就跟正好玩了 对 分好了几方 有几个孩子呢 有比我大的 有天晚上他们就去偷东西了 偷了他就偷这花生 那是边偷边吃的 是 边吃边带 那个 等第二天的时候 这得出来显的呀 是 偷完了之后做坏事 得像同龄人 好事 那我们这就看着去 多少点 你还不敢找他要 这得凭赏 高兴了 给你俩 对不对 你这玩意 我也不敢去偷出去 偷这花 你抓着怎么办呢 就是 对不对 后来发现哪 有个孩子 我舌头怎么忙了呢 死也忙了呢 我 这怎么办 我也不敢跟大人说呀 但我们家都是医生呢 问我呀 大小就知道 有健康问题 问我呀 我说 花生给我五零 五零花生 交易 回家我给问 怎么回事 我妈拿过来一看 这有一个不是花生 那是什么呀 这半夏肚 半夏呀 不是花生啊 那半夏那玩意儿 它是药啊 对啊 那玩意儿吃完了之后 你没经过处理 它是有毒的 有小毒的 对不对 赶紧告诉那孩子 回家催吐去 抠出来 就主要就是用手抠的方式 哇哇 人家沾手 吐黄水 哎呀 这个中毒的我是没见过 但是偷花生的 本人就干过 是吧 后来自己家 就可以种花生了 那时候吃花生 就不那么难了 后来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 就是还有一种东西 嗯 叫花生饼 花生饼啊 哎呀 好好吃 嗯 那可不是现在这种 这些食品 这个花生 又有糖做那饼 不是 那是什么呢 就是花生炸油 对 炸完油以后 剩下那个渣子 豆饼 哎呀 这豆饼知道吗 豆饼就是黄豆炸完油 剩下那黄豆渣子 压成了饼 我说这花生饼就是炸完花生油了 那个 花生炸了 哎哎 花生炸 他也不是 我跟你 他也不是给 给人预备的 对 那其实也是为了什么的 但是 我们如果要能进那个棚里头啊 头饼弄一块 隔在嘴里 根本 我跟你说 根本咬不动啊 吃饲料吗 那不是 哎 还可以说 豆饼啊啥呢 那 以前那真是没生口的 对 刀子 对 就是这一个 根本就咬不动啊 就在嘴里头 用这个 唾液 唾液用口水把它泡软了 就来啊 有这么大一块 能吃两天 这枣子鸭头饼干 对 哎呀 当年上学的时候 谁的小男孩 要是有一块这个 在嘴里含着 那是最牛的啊 谁都得跟他屁股后边 是吧 跟我似的啊 看他什么时候 他要滑石 善心了 搬一块 就能搬一块 哎呀 我现在发现了 那时候我跟着后边的 就是 就就你这么大 就是 我俩就拧着他 你这么好 他去偷 我俩后边跟着 就这个拧着他去 哎呀 反正啊 这种回忆 深入脑海 那么相关的吃法 现在也流传下来 都是源自于 那个时候的回忆 对 哎呀 当年大家 我们吃那些东西啊 完全是因为饿 没有啥可吃的 但现在呢 那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为了健康 现在呢 花生饼 那油都炸出去了 剩的脂肪很少了 那么有一些 心脑血管问题的人 他就能吃了 低脂饮食嘛 对 但这件事上 大家一直都有个误区 这个花生用好了 不仅不会伤害 我们的心脑血管 反而有好处 哎 这个说话 我可是头一次听说啊 哎 咱先别着急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经过刚才我们的讨论 是否勾起了您的回忆呢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 现在就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让我们稍作休息 稍后 更精彩 用这个手机发语音 跟我们联系 怎么做呢 您注意 您那个手机界面的左下角啊 有一个小喇叭 有的时候是一些点 是一个键盘 键盘什么意思 键盘就是让你写字 咱们不写字 咱们说话 你点一下这键盘 它就变成小喇叭了 这喇叭就是让我们说话的意思 同时它会在旁边出现几个字 什么呢 按住说话 记住 一定要按住 如果你按一下就松手 这个声音不会被留存 你要按住它才能说话 按住了之后 你就说你要问的问题 比如说 小米粥怎么熬 这句话就被录下来了 你一松手 这句话就发出来了 发给谁了 就发给我们了 非常的简单 花生作为油料的一种 一直是很多备受心脑困扰的人 不敢吃的食物 铁峰老师现场辟谣 教您如何科学吃花生 花生含有非常丰富的 维生素E和维生素B 这两个东西都有利于 平稳血压 软化血管 铁峰老师现场揭秘 烹饪小妙招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 让振华老师念念不忘 铁峰老师也有个绝招 总做他一种特殊的 用花生做一种特殊的菜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铁峰老师的独家小视频 在快手上发布了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小窍门 可以点个关注哦 首先打开快手 在右上方找到一个放大镜的图标 点击图标 输入铁峰帮你忙 查找用户 就能看到铁峰老师的视频了 点击视频 在右侧头像下方 点击加号 就可以关注铁峰老师了 更多独家营养菜 健康小窍门 等你来看 欢迎回来啊 老铁 刚才你说这个花生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对啊 二位老师 我就记得我有一个邻居 他呢就是血管有点问题 他一直都不敢吃花生 就怕这个吃多了 就血管里边又油了 对 花生呢 炸油的东西嘛 对 多香啊 对对 有油那个东西 花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花生含有非常丰富的 维生素E和维生素B 这两个东西都有利于平稳血压 软化血管 促进血液当中好胆固醇的代谢 它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 所以长期少量的吃花生 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内部的微循环的 对啊 吃多了不行 就少吃点呗 对吧 这对空糖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在制作手段上得注意 嗯嗯嗯 锅水不锅油 嗯 少油少盐少糖 你发现没 油炸花生米 加盐加糖行为不可取消 哦 明白了 您这纯为难人 是不是 花生大家怎么做 嗯 就无非几种做法 嗯 常见的盐茂 油炸 嗯 花生糖 嗯 这油盐糖哪个没离开 是不是 你呀就是老拿这个花生糖下酒菜 哈哈哈哈哈哈 做法可不就你就是这样 你这不会煮一煮吗 不香啊 不香啊 对啊 煮一煮这事儿 真好还又说出我们这个小时候的回忆 嗯 大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煮的时候 流行这么一种做法 对 就是用那个五香粉熬水熬完水之后把这花生煮了 对 煮完之后装布袋子里放暖气上腾 对 放灶眼边腾 对 腾干了 嗯 吃这个五香煮花生 嗯 嗯 很好吃的 嗯 知道吗 你没见过 没有 哪天我弄点我馋死你 没用啊 铁魂老师啊也有个绝招 总做他的一种特殊的 他用花生做一种特殊的菜 这正话老师一说到这我都着急了 这到底是啥做法啊 嗯 别 别这么问 唐突了 真问太唐突了 你这么问 嗯 铁魂老师啊 嗯 你说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也吃这道菜啊 哎呀 就知道就憋了坏了 你真不像小楠那么简单 我跟你说 哎呀 错就错 来吧 展示一下 嗯 我现在到第二现场把这道菜给大家呈现出来 首先我们把花生米在开水中先浸泡一个小时 洋葱青椒切碎 香菜 香菜只留香菜根 红椒切小片 大蒜切片 碗中 加五勺生抽 三勺陈醋 三勺陈醋 半勺蚝油 一勺白糖 一点点盐 一碗清水 倒入锅中煮五分钟 关火到处来放凉 这个时候花生米也泡好了 再把准备好的配菜和料汁倒入花生米中 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吃不完的上面铺上一层保鲜膜 泡的时间越久越入味 哎呀 这个菜啊 还是得泡一会儿才能吃 哎呀 最讨厌就是做菜这等待这过程 好饭不怕晚嘛 哎 金方老师 我刚才看你啊 放了不少的这个陈醋 对 我知道这个听说的啊 说这个陈醋对于心脑血管 它也有好处 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小男问的 第一 这个陈醋啊 能软化血管 这大家都知道 用醋泡花生能够改善微循环 同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刚才的这道菜 如果有没有记住或者没看懂的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中反复观看 我这又是老李飞刀 老俗人啊 之前说听铁方老师说这个花生好嘛 说自己有这个关心病十多年了 血压不稳定 自己家菜园里专门留了块地种花生 他平时就经常吃 然后他问铁方老师说再吃点纳豆行不行 说之前有过一丝不舒服 就几分钟的事 衣服都湿透了 自己吓坏了 现在就是睡觉啊 消毒烟油就放枕头边上 睡觉也睡不好 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就这个问题 花生对身体确实好 但千万别吃多呀 我刚才讲那事啊 大家可得往心里去呀 花生吃多了 它是反面胶态 它会对血脂造成异常的升高 记住我这话 25粒花生 相当于一两油 想好啊 关心病这个事啊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 是治不好的 是一个需要终身维护的病 对 纳豆对你肯定是有帮助 但是我不建议它就吃纳豆 我喜欢纳豆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纳豆鸡鎭 不是因为我喜欢纳豆 说实话 纳豆那味我烦得够够够够 我喜欢是它那里面的纳豆鸡梅 现在市场上有关于纳豆鸡梅的膳食骨虫剂 专门有卖的 如果大家不会买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你看好哪个 不知道靠谱不靠谱的时候 拍个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我 你让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我就知道那玩意能用不能用 合用不合用 好 那这个问题就先说到这儿 再看看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军港之夜 他是这么说的 说铁风老师您好 平时走路走多了吧 胸口就会疼 有的时候拧衣服啊 搬凳子啊 这个劲儿要是没使好的话也疼 就想问问是不是先让出问题了 应该怎么办才好啊 平时饮食上应该吃一些像我说的 纳豆这样的东西 通则不通嘛 对吧 纳豆为什么好啊 因为它有纳豆鸡梅啊 纳豆里面就有纳豆鸡梅 管多少呢 对吧 纳豆鸡梅它是可以溶解显微蛋白的 溶解显微蛋白就是在破坏 陈旧性血栓的 这会给大家讲过 血栓是什么 血栓就是一层显微蛋白 一层脂肪 然后一层脂肪 一层显微蛋白 就是一层水泥一层钢筋 一层水泥一层钢筋 水泥好这个大锤一砸就开了 对 但是钢筋你懂不了 怎么办 纳豆鸡梅能够把钢筋划开 能把这显微蛋白划开 那么清理血栓就容易了 血栓没有了 血管不就通了 血管通了 血管好了 那不就一好白好 不哪都好 另外呢 吃化氢素 原化氢素 抗氧化剂 那是延缓衰老的 我从2005年吃 吃到现在 我比我同龄同学就是年轻 是 对吧 它能够改善血管弹性 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血管 看看还有其他什么 还有我这位朋友叫青青和鞭草 他说看您直播了 看直播时候听有朋友说这个 井头卖斑块 说现在挺好的 说是吃您说 听您说是吃纳豆跟红曲 然后他还想问 说自己有这个斑块 有这个经脉曲张 说他是这个行不行 已经有基础病的人 我在这就不建议大家单独通过饮食条理了 对吧 我吃是因为我什么事没有 对 我是不想有事 有些人都仅有事的 斑块那么厚 血管都堵死了 你这时候你得找医生啊 对不对 包括之前那些是飞刀那个 老李飞刀 老李飞刀 平时我们吃点什么 纳豆啊 蒸个红曲米饭啊 那都是为了预防 不想让血管出现异常 对吧 纳豆里含有的纳豆鸡霉 可以清理血管里成就性的血栓 红曲是什么 红曲是含有天然碳丁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天然的 但是那食物里含量有限 这些事呢 大家可以到市面上 找一找这个纳豆啊 红曲的这个营养剂 这样你补充起来 浓度上来了 而且我直播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老观众 他也是吃我说的这样的东西 还是那话 就现在呀 市场上产品非常丰富 这个相关产品的市场 所以很深 是 大家一定眼睛睁大 千万别在网上乱买 真要动钱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 但你真真正正要付款的时候 拍个照片 你把它发过来 让我给你看一眼 不然的话容易吃亏 另外我平时我也直播嘛 我直播你也可以把照片发过来 然后我给大家看看都可以 总而言之你让我张张眼 行吧 好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了